根据我们刚刚做完的结果 你会发现当我们在做一件作品的时候 有时候那个逻辑的顺序 或者要考虑的事情是很多的 除了我们上次讲的系统拆解 你可以把它拆出来一部分一部分 去做克服之外 你会发现有时候某些系统的模组 某些方块某些东西是有顺序的 那你要去考虑那个顺序的时候 事实上有另外一种方式 可以帮助我们很清楚的思考 就是这个方式叫做图形化 图像化 那在电脑的科技里面 各位还记得吗 我们在上数学课的时候 如果你的数学应用题很难理解 你就大概就解不出来 但是通常我们去画图 根据应用题的体液去把图画出来 你就比较容易理解 对不对 那所以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科技领域也有画图这一件事 图像它是一个协助思考的工具 那我们在科技领域事实上是有这种 叫做流程图的东西 所以你看城市一开始 我是不是要先做舵机初始角度的设定 设定好之后呢 我可以先检查角度 有没有被你按下去按钮 如果有按下按钮 我是不是要做改变角度的动作 那我按的如果是蓝色的按钮 而且我的角度比0还大 那我就减角度对不对 那我如果按下去的是红色按钮 然后角度还在180以内 那我就加角度 如果都没 就是如果有按了 它加完角度还是会回来 对不对 如果有按加完角度回来 那如果没有按 它就直接往下跳 然后最后就根据你的角度去做转动的动作 那每一个轮回做完 它又回来检查 有没有按蓝色 有没有按红色 然后就转角度 有没有按红色 有没有按蓝色转角度 它就会一直在这个回圈里面一直重复不断 所以当你把你的问题安排成这样的一个流程之后 你就会很清楚它的动作的原理顺序 原理顺序 所以图像是可以帮我们好好地思考 那个整个程式解决问题的步骤流程 当你把这些顺序流程都安排好 把这个写程式之前 把这些步骤流程安排好的话 事实上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方式去写程式 所以你流程安排好之后 你厘清了你的思考的步骤 思考的流程 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把它转变成程式 转变为程式 那你的这个解题的步骤 你都照顺序排了 然后最后可以解决问题 那这个东西就是叫做演算法 所以这是一个让马达可以转动 根据按钮的角度去转动的一个演算法 那这个东西叫做流程图 好 那这是我们在学程式的时候 有一个很棒的 帮助你思考的判断 逻辑顺序的一个好方法 也可以解决 我可以解决一下 但是我可以解决 然后在某个 可以解决一下